其实我很早就想要出来做一些说明了 可是当时我认为真的有太多更重要 值得我们去关注跟关心的一些事件 对此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地羞愧 我做错了 在这里我想要正式地向我的太太Penny 我的岳父岳母 还有我母亲 还有一路支持我的亲朋好友们 还有我的歌迷朋友 至少最深的歉意 我以为杨小姐确实是在2010年认识的 也像之前的声明当中 在婚前确实有过交往的关系 而婚后除了偶尔的一些短信的联络 唯一的一次见面就是在今年的6月19号 在成都 这次见面也就是造成了出轨的主因 我不会逃避 无论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 或为什么发生的 我都是做错了 对于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非常地抱歉 非常地羞愧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已经向Penny 我岳父岳母 还有我母亲 做了完整的说明 他们一切的事情 他们全部都知道 我知道他们非常地生气 甚至于一开始可能不能相信 他们非常地难过 他们对我非常地失望 可是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原谅我 Penny 谢谢你原谅我 岳父岳母 我让你们丢脸了 妈妈我也让你失望 可是谢谢你们 没有离开我 一直对我的关爱 谢谢 确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年底认识的 老实说 具体我们什么时候正式在一起 这个日期 我是并没有记下来 我们实际交往多久 这些所谓的日期跟时间 我也并没有记下来 但是我们的确是有交往的关系 那我们交往的关系 也跟其他任何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 至于说她的实际年龄 我并不是完全地确定 对 谢谢 那我给你解决 杨子晴小姐实际的身份 Penny 你们正在查诊当中 你取得老婆的原谅 那两人有提到离婚这一块吗 谢谢 我和Penny 绝对没有提过这个部分 我刚刚之前也说过 Penny她接纳我 她完全地原谅我 我只能够说 我希望可以多在她身上 花更多的时间 多去爱她 多去对她好 至于说 我现在也只希望 我的名誉不要再更加地受损 虽然她已经是受很大的伤了 我以上的视野 它让人感感动 甚至很多人都掉了眼泪 那尤其你讲过一句说 这一辈子唯一的爱就是Penny了 那不知道现在和未来 它还是你的唯一吗 还有就是会不会后悔 认识的样子齐小姐 我不会后悔认识她 因为我觉得在认识的时候 确实我是觉得她是一个善良 而且很好的一个女生 对于我的太太的部分 Penny的部分 我这一辈子只会爱这一个女人 这个我相信 不只她知道 我岳父岳母一 包括我母亲也都知道 就是我一辈子唯一会爱的女人 因为那个杨子锦有说过 好像她有一些朋友 你也想要认识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是 纯粹精神的交往 还是也有想跟别人认识 有肉体上的交往呢 绝对没有 那个时候 我只能够说 我承认这个是我的 在言语上面的轻浮 对 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好 那我们就先请陶哲先再建立开 谢谢大家 谢谢 没事 注意 小心 小心 好好